好 布林肯張開雙手說 AUKUS敞開大門 歡迎紐西蘭 然後美國遞了這樣的橄欖枝 可是紐西蘭好怕怕 布林肯的講法是說 現在提出紐西蘭和其他國家 來加入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會議 也就是AUKUS的防務協議的可能性 所以他們說 適當的時機你們可以參與進來 那紐西蘭怎麼回答呢 我們看到紐西蘭的外交部長 馬虎塔他講說不准被妥協 那也或者是改變我們的無和立場 看起來好像這個興趣不太高 法新社的解讀 他說紐西蘭對於加入AUKUS 一直保持謹慎 希望避免激怒中國大陸 那這個紐西蘭 對於紐西蘭來說 中國大陸是一個最大的貿易夥伴 這樣加入其實沒什麼好處 那大陸的外交部提到了 強烈反對這個AUKUS 並稱為這個協議會破壞這個地區的穩定 所以這個AUKUS看起來沒有辦法AUKUS加1 或者是像日本一直講說 我們也想加入 想要變成JOKUS 就要J放在前面 所以看起來現在目前要增加擴援 沒那麼容易 那另外看看這個美國要積極拉攏南太 可是馬克宏也插手了 因為這個布林肯現在出訪南太平洋 他就不斷在講說 中國大陸會掠奪 有這樣子掠奪性的這種經濟行為 那甚至連這個AUKUS 都去到了南太平洋 去到巴紐 然後說要允許美國來開設災害管理的基地 在8月份的時候 一艘美國的海岸防衛隊的這個海防體 將要派駐到巴紐 那可是我們看 馬克宏同樣也是在這個南太平洋的島國 他說你們這個新帝國主義 恐怕會殘害主權 他是7月27號的時候訪問這個瓦努阿圖 然後他講到的是說 譴責印太地區的新帝國主義 也承諾說 法國將要加強在這個地區的存在 捍衛較小國家的主權 感覺上面好像在跟美國唱反調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來看看 其實過去就是因為這個AUKUS 好像也沒有把法國列在其中 而且本來澳洲要跟法國買的訂單 也是被美國給攔弧 所以他竟然當然逮到機會 能夠使半子 當然不會讓美國好受 那另外我們看一下 美國是不是要拉攏太平洋島國 加強軍防 可是剛剛講到了這個巴紐這邊 Austin講說要設基地 巴紐講說不好意思 抗中輪不到我們 美國你在菲律賓南韓這邊 比較靠近中國大陸的地方 你們都設基地了 那就好了 也輪不到我們巴紐作為抗中的第一線 很不想要繳獲進去 不想要躺這一個美國抗中的渾水 那我們另外看 美國的學者提到 他說美國才是給予世界製造風險 最大的一個貨源 房間裡的大象 美國輸送給世界的風險 其實比起中國大的很多 這個好像是美國的學者的一個良心化 另外現在美國因為兩黨不斷地 為著接下來的總統大選 吵得不可開交 可是他們現在終於有共識了 對於外星人竟然有共識 美國眾議院開了這樣子 幽浮的聽證會 外星人的話題竟然讓兩黨都團結了 BBC指出很罕見沒有人離題 那這個不明飛行物的這個調查 已經變成了 美國兩黨之間罕見的共同話題 甚至兩黨都呼籲要深入調查 白宮甚至講說 這個拜登非常認真的對待 這個不明飛行物 努力在收集數據 並且要進行相關的研究 那看到了這個前情報官員 這是美國的前情報官員就說 在2004年執行任務的時候 還親自親眼目睹天上有奇怪的飛行物 另外還警告說 我們面對的這個技術 遠憂於我們現有的任何科技 也就是說它好像曾經目睹到 這樣的外星人出現 所以大家都對於這樣子 未知的事情很感興趣 然後也有非常大的共識 要繼續深入的調查 那發現這樣的外星技術 其實美國的前情報官員 在今年6月份的報導講說 他們其實有從這樣的UFO 墜毀的這個UFO裡面 找到一些逆向工程 就是說在上面發現到一些 新的這種科技技術 來做新的武器的一個概念 那美國跟其他國家 正在從事這樣的一個絕密行動 試圖從不明的飛行物的碎片 來進行逆向工程 從而製造新的武器 但是他們也很擔心 這樣的一個來自外星的技術 會不會跟中國大陸 或者是俄羅斯有關 因為他們曾經也在講說 這650起的UFO事件 搞不好會是中俄 中俄的這個新的技術 所以最後這樣子先扯先扯 又變成一個抗中的新話題了 真的要佩服美國 不斷的發想跟延伸的能力 那我們來問一下亮哥 正在問拜登 拜登常跟空氣握手 搞不好其實不是空氣 其實美國電影都演 外星人侵略地球的時候 所有國家就捐氣成建 團結對外 那誰領導 所以不只是兩黨 還是美國領導 不只兩... 那個美國電影當然是美國領導 但是為什麼要讓美國領導 那個地球就是中國領導 對啊 他們智商不高什麼的 可能由智商不高的人才領導 這個馬克宏講這話 這個新帝國主義 當然台灣的自由時報就解讀了 他是在講中國 可是他沒有子民 我認為他就是看到南太平洋 中國跟美國現在在 都在擴張地盤 我覺得法國首先是對美國抱怨 就是說我在這裡有很多屬地 這個紐卡拉多尼亞跟那個 你這個法拉圖 都是法國屬地 你那個行程Aukus沒找我 對不對 對不對 英國在這裡又沒有屬地 你找他來幹嘛 他是海外省 我知道 所以那個已經是級別很高了 而且我去查了一下那個 紐卡拉多尼亞的面積是18萬 不是 1.8萬平方公里 是台灣的一半 人口有28萬 你不要覺得這個數字很小 南太平洋28萬很大 很多國家只有2萬人 索羅門事實上人口都不多 28萬的人口 所以法國在這裡 未來一定會有軍事基地的 而且你記不記得那個 中法聯合聲明 特別講到南太平洋 要跟中國做軍事合作 他就直接點名了 所以我認為法國這次是特別來的 他就覺得說南太平洋應該是 我應該跟美國 中國 這是一個三角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個值得重視 就是說 而且他的位置 法國屬地那個位置 就剛好在索羅門跟斐濟周邊 坦白講是比較重要的地方 你如果說七里八四那就太遠了 所以這裡算是比較重要的地方 事實上你也可以看到巴布亞辛吉內亞 他也說不要讓美國 設立永久的軍事基地 只是偶爾讓他來一來停泊 後勤補給之類的 我覺得這裡的國家 坦白講這個叫做 你如果講難聽叫世界的邊垂 講好聽叫世外桃源這樣 可是大部分都很窮 我覺得美國過去 有一些使館射了又走掉了 你就是看不出 這裡有什麼軍事價值 直到大陸因為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 第三島鏈 這樣慢慢出來 你現在才開始緊張 因為中國的力量到了 可是你要去想一想 為什麼南太平洋的國家 除了斐濟之外 跟大陸都是第一大貿易夥伴 你不覺得這很奇怪 那距離有多遠你知道 大部分的國家跟中國的距離 都超過6000公里 要請問澳大利亞在幹嘛 你有在幫人家農漁業的發展嗎 所以我覺得如果沒有 經濟方面農漁業上的合作 氣候變遷的協助 自然要跟這些國家長期走遠 是不容易的 好 來 老師 我覺得布林肯在設一個局 讓紐西蘭跳進去 他說AUKUS是一個開放性的 但是就安格爾薩遜族可以參加 因為目前就安格爾薩遜族可以參加 而且是採用核武的 核武俱樂部 新的安格爾薩遜族的核武俱樂部 目的是對抗中國大陸 由於紐西蘭的立場跟態度很明白 南太平洋地區是無核化的地區 所以他強烈的反對 因此他也就不會加入了 現在布林肯怎麼設局呢 他把這UKUS說我們可以拆兩半 一部分是有核武的 一部分是沒有核武的 因此你紐西蘭可以參加 沒有核武的 請問一下 UKUS設計的目的就是 為了對抗中國 用核武來對抗中國 中國當然也一定是 懷疑核武的顏色 這是一個必然的道理 UKUS哪一部分沒有核武 英國也有核武 他說科技 監聽 還有水面雷達 這些東西是沒有核武的 你可以參加這個情報 水面偵查 通訊 這個部分裡面 好 我說他把紐西蘭認為 雖然你我都是殖民地 但是你是更 智商低的殖民地 我只是次智商的殖民地 因為我比不上 我那個陰險的老大哥 安格薩遜族的龍頭英格蘭 我是次英格蘭人 你是次次英格蘭人 所以你應該比我笨 所以我把UKUS拆兩半 你加入沒有核武那一半 那就應該可以加入了吧 各位 他太低估了紐西蘭的智商 紐西蘭的這位外交部部長 馬上就說對不起 我們沒有要同意 我們沒有那麼笨 我們不會跳進去這個陷阱裡面 然後去參加核武俱樂部 你說沒有核武的 可是這個組織就是核武俱樂部 這樣的話 我跟大陸對抗 大陸當然用核武來還我顏色 因為大陸的核武的原則 就是不對沒有核武的國家 使用核武 但是你有核武的國家 我就會使用核武 所以這個道理就很明白 所以對紐西蘭來講 他沒有那麼笨 被美國人設計 不過我覺得自由時報我是勸他 查一下如果我的記憶沒錯的話 法國人正式的把新帝國主義 提出來 而且是在他們的最重要的報紙之一 冷夢的以標題提出來的時候 而且他們官方曾經指涉的 新帝國主義指的是 小布希時代的入侵阿富汗 我覺得查一下 所以這是新帝國主義是美國的 專有名詞 美國的代名詞 它不是指涉其他的國家 所以我覺得自由時報 可能再查一下 這點真的是有必要 最後一個 我誠懇的希望 外星人沒有發現我們地球 如果外星人有發現我們的地球 那他要用多快的速度 飛到我們地球來 他的生理需要怎麼解決 那我們人類的物理學要整個 丟到垃圾桶 因為那個是非物理學 好 紐希先生就要來問一下大使 其實美國在南太活動 過去比現在積極多了 二四大戰之前 美國就來經營南太 把很多南太的地方都變成 就是說托管地 從第一四大戰結束 就弄了很多托管地 二四大戰結束以後 基本上很多都他直接統治了 美國還有屬地 美屬薩摩亞 還有這些 這些曼修邦 帛琉 基本上他的外交跟國防 都是讓美國在主理的 所以美國在這個地方 是有極大的影響力 不過就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美國在這個地方極大影響力 留給這個地方什麼東西 留給最多的是什麼 在 以這個好 在這個地區的這個好 鎖羅門群島 上一次美國回去的時候 索羅門就說 你們終於回來了 你們留在這邊的一些遺產 還沒處理 請處理一下好不好 就是二次大戰的時候 他們在這邊跟著日本軍打的 那個瓜達康納爾海戰 衛爆彈非常的多 到現在島民還受害 美國回到這個 好 比基尼群島 回到這個馬修岸 這些幾個島的時候 那邊人就跟他們 這不是那邊人 的 牠們的太陽 這真的 牠們的 牠們有 牠們的 牠們的